標準啊 進門前洗洗手再填訪客資料 新北市長侯友宜視察長照中心 確認防疫措施一切到位 指揮中心宣布5月4號到5月17號 雙北桃園各醫院和長照機構暫停探視 新竹 宜蘭隨後跟進 基隆市沒有接到指示 但基隆的長恩醫院5號宣布 將比照辦理 家屬以外的訪客 像是來做健檢的醫護 檢修設備的師傅等等 入內規定要穿隔離衣 周末就是母親節 每逢佳節被私親 禁止探視 長輩心情受影響 更需要工作人員的耐心陪伴 機構也善用科技 用視訊和電話 讓愛沒有距離 那大部分就是有工作人員 護理人員 社工 那跟他做安撫 陪伴 跟他聊天 整個在室內走走這樣子 我們就會安排跟他的家人聯繫 就是大概什麼時段他家人在的話 我們就請他的長輩在單一的地方 那獨立給他視訊 跟他聊天 那給他吸含 溫暖一下 長輩是感染的高風險族群 禁止外人探視 機構工作人員 也嚴格落實防疫措施 要守護老人家的健康 大愛新聞 張泰玲檢員集 台北報導